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在夏威夷閉門會議終於結束了 會議由上午9時開到下午3時50分 歷時接近7小時 到底裡面談了什麼內容呢? 究竟有沒有成果呢? 我們首先從成果方面去看看 《人民日報》的報導說 非常簡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認約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夏威夷舉行對話 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雙方充分證明了各自立場 認為這次是建設性對話 雙方同意採取行動 認真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 雙方同意將繼續保持接觸和溝通 如何解讀呢? 第一 《人民日報》說 今次是楊潔篪應約的 但根據多家外媒的報導 例如《彭博》和《華爾街日報》都有提及到 這一趟會面 實情是由中國方面主動提出的 第二 今次的逢洋會 基本上就是破局收場 拿不到一些有意義的成果 因為報導裡頭提及到 雙方就著各自關心的問題 深入交換了意見 而且充分證明了各自立場 換言之 即是說 各說各的話 各吹各的調 各自表述 雙方無法拿到一致的共識 第三 報導提及到 雙方同意要認真落實 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 到底 習近平和特朗普之間 達成過什麼的共識呢? 其實在2018年的阿根廷會議 以及在2019年的日本大阪會議當中 兩次會議 雙方會後都說達成了一個共識 最新的一次在大阪的共識是什麼呢? 就是雙方同意繼續推進 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並且宣布將會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礎上 重啟經貿磋商 其實兩趟的所謂兩國元首共識 都是與貿易有關的 相信這裏其實就是暗示 中國將會繼續履行 在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當中所作出的承諾 即是會繼續來購買美國的貨品 另外我們再看看 關於美國國務院 他們作出了一份簡報 就著這個會議 很簡短 國務卿蓬佩奧今天在夏威夷坦香山 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 就著美中關係交換了意見 蓬佩奧強調了美國的重要利益 以及是美中兩國之間 需要在商業、安全和外交互方面 進行全面互惠交易 蓬佩奧強調 必須要有充分的透明度和信息共享 以對抗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並且防止未來的爆發 很簡短 其實他這裏也是透露了 根本上兩國都是各自說自己的說話 你有你強調什麼 我有我強調什麼 但雙方基本上是談不完 就是各自說話 另外在今天早上 外交部網站出了一篇新聞稿 這篇稿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回答記者問的形式 透露了馮陽會對話內幕 到底兩人之間談了什麼議題呢? 原來至少曾經談過 關於台灣問題、香港問題和新疆問題 這篇新聞稿首先講到 楊潔篪在對話中 展明了中方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基本態度 以及在台灣、涉港、涉疆等重要敏感問題上的立場 到底關於香港方面 他講了什麼呢? 在涉港問題上 楊潔篪指出 包括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在內的香港事務 即是所謂的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是純粹中國內政 中方推進涉港國安立法的決心堅定不移 中方堅決反對美方干預香港事務的言行 堅決反對七國集團外長就涉港問題發表的聲明 即是關於所謂G7工業國 他們的外交部長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 中方敦促美方設實尊重中方主權 客觀公正看待香港國家安全立法 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即是說 基本上 在這次會議當中 就沒有辦法阻止所謂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因為他已經說明了 推進港版國安法的決心堅定不移 即是肯定會立硬 是百分之一百會立的 到底這個所謂G7外長他們的聯合聲明是說什麼呢 我就大概說說 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外交大臣 以及歐盟的高級代表 都對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決定表示嚴重關切 中國的決定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以及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原則下所作出的國際承諾 議定中的國家安全法 將會有可能嚴重損害一國兩制的原則 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 這樣將會危及到使香港蓬勃發展 並且賴以成功多年的體制 公開辯論和相關持份者協商 以及尊重香港受保護的權利和自由 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還極為關切的就是 這個行動將會削弱並且威脅到 所有受到法治和獨立司法制度保護的人民基本權利和自由 我們強烈敦促中國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所謂G7工業國的聲明 其實就是措辭非常溫和 都是說 希望你中國政府能夠懸崖立馬 重新去考慮 而且這一篇聲明 只不過是中國的決定 是不符合基本法 以及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 他都沒有說是違反的 即是已經是後退了一步 盡可能都不要挑動得到中國政府的情緒 盡可能都保存著你的面子 但是大家看看楊潔篪那篇都說到 說堅決反對七國集團外長 就著這個香港問題發表的聲明 即是連這一篇這麼溫和措辭的事情 他都說堅決反對 即是說這個港版國安法一定是沒有彎轉 故此現在都只不過是等日子 當法律條文是草議好之後 就會提交到人大常委會那時候 審議並且是通過的 到底會不會等到下一次會議 即是八月才搞呢 也未必 已經有很多媒體發放過消息 就說人大常委會有機會召開一次特別會議 專門為港版國安法而設 所以應該很快都會來臨 根據有些媒體消息所說 最遲就會在六月底七月初通過港版國安法 所以現在的情勢已經非常明朗 肯定不會用什麼替代方案 之前傳出說 可能國安法就不立 就等你特別行政區自行 就著23條立法 就當是過了 那就不會的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大陸都說明了 國安法就還國安法 國安法立完之後 你香港仍然要就23條立法 是兩件事 現在就說得很清楚明白了 如果港版國安法真的通過了以後 相信BNO的權利也會得以擴大 原來當日內政大臣彭代寧寫給手上約翰遜那封信 是意外流出的 不知如何流出 反正他就說意外 不知是否特意 現在到底約翰遜怎麼回覆呢 大家就未知的 因為這些是政府的內部涵件來的 其實就不預計外界會看到的 當然也有個機會 就是專門流出給中國政府看的 但現在也說到明了 這個港版國安法 是沒得挽回的 是一定會推行的 好了 至於關於台灣問題上什麼呢 楊潔篪就強調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方捍衛自身核心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 中方要求美方切實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布規定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相信就是回應近期 美軍在台灣上空或台海中線的樹 動作頻頻有關 另外在涉疆問題上 楊潔篪指出 中國政府依法在新江採取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 極大扭轉了新疆安全形勢 有力保障了新疆國族人民的生命權 健康權發展權 中國對美方簽署為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表示強烈不滿 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維穩和去極端化努力 停止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 停止利用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實際上 特朗普簽署了《維吾爾人權民責法》 這個法案到底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說在180天之內 美國國務院要就著新疆人權問題 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人權報告 操作方法其實跟《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類似 只不過這條法案 主要的目標對象就是新疆不是香港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